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Laurie 上一次邀请了一位VIP的会员朋友 Ricky和大家分享在深圳居住的成本 和出勤的安排等等 他建议了什么人适合来回生活 今天很高兴请到Ricky继续和我们分享 除了居住之外,在内地生活方面 他遇到什么情况 他如何和内地人一起相处、融合 或者饮食、教育、医疗方面 他如何看起深圳的便利性等等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 别阻挡大家时间了,马上去片 今集《快仙港》 继续请到Ricky和我们分享 港人在深圳居住的状况 上一集都和大家讨论过关于 大陆楼的质素、房租、小区状况 和交通出勤需要注意的安排等等 今天想继续和Ricky一起讨论 到底港人在内地生活 在生活细节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Ricky和大家打招呼 各位好,各位Lori的听众好 多谢Ricky你再次接受我的访问 我知道港人去到深圳居住 一定有五味集塵 有很多不同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你,整体来说 你觉得在香港居住 当年你曾经都说过 你上水粉凉地住过 在香港居住的感觉好一点 还是你回到福田这边 你住下去的时候感觉舒服一点 哪一边呢?如果你选一个的话 其实两边都有两边的好 如果住下去 因为都是人和人之间 虽然在香港隔离的姓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很惨 但是现在是好一点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就知道隔离姓什么 现在不知为什么好像很冷漠 我意思是香港 可能香港的屋邨会好很多 我以前住私楼 真的不是太可能 那些上班下班时间不一样 又很难很全面去说 因为环境其实不是说真的差很远 因为大家都叫中国人的社会 那我又觉得差不多 这次会听你这么说 Ricky你和隔离人社的关系都不错 是不是大家互相借油、借煲 小朋友会走过隔离屋里玩那种 我自己有一种憧憬 就像外国那些隔离人社的关系很好 其实在内地生活会不会有这些呢 还是和香港真的大家出出又入 是不会怎么打招呼 其实那些人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和我隔离的一个都有两句 尤其是那个老婆婆 她第一天我搬进来 已经是问我是哪里来的 她不是香港人 但是她是深圳本地人 所以她都是说广东话 那见到面就一定是问 你现在上班吗 如果我拖着个女儿 就说现在冬不冬啊 你怎么要上学啊 那些都会有互动 或者变回来 我以前住私楼 就和隔离的一个一样的关系 所以就不会有这些互动 那都是人与人之间 整体来计算 比如说我到街上 其实撞口撞面 整天都见到他们 所以都会说嗨 比如说楼下就有一间理发的地方 有一间食店 是对证楼下的 那真是天天一落楼 就第一眼就见到他们了 就是他们都是 可能是家庭式的 因为食店是两夫妻 轮楼轮班的去上班的 香港人当然是很努力 但是大陆人那些黑虎是吓死人的 就是两夫妻可以轮班 24小时温柔的那间铺 就是每人12个小时的那间铺 是很恐怖 接着理发店那个 又是做十几个小时的 一早早已经见到他 然后我晚上回去 他11点多才收店 每天都见到面都会说嗨 见到面就会打招呼 是呀 是呀 我很认同 就是内地人 他好像怎样双严厅都可以的 就是他很努力 但是他又不会发脾气 那些服务员都是这样 特别是年轻那些 那提到饮食 我也想问一下饮食 因为香港人很多 喜欢回大陆吃东西 就觉得大陆的东西 好吃很正啊 很划算啊 其实你本地人怎么看呢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我们都会担心 那些什么元素周期表的问题 其实有没有发觉这种状况 那其实一般业制东西 在大陆来说 就很等限的 根本就是 比如说酸菜 或者酸萝卜 酸豆角 都有很多的 香港不是没有的 但是香港在一般餐厅 不会加那么多 除了辣椒 就是你吃辣的话就有辣椒 如果不是的话 他都会加这些类似的业制东西 其中一样 都是堆下去的 可能农村 农家式的东西 是惯了有这些东西 如果你觉得业制东西是 没有益的 就少吃 或者避开 吃到那个味道有的东西 那些东西 就掀开 不吃 因为是避免不了叶制的东西 其实叶制的东西 当然是要少吃的 甚至乎不吃的 所以 比如说 如果一般火锅 因为我们以前听过一滴香 一滴滴下去 就可以整煲 哇 龙汤 那样 那如果打火锅的话 如果你真的害怕呢 就避免吃这些东西 就吃过清汤的 鸡汤啊 青寒萝卜啊 类似这样的清汤 就不要说 非常浓味的东西 当然啦 你说地溝油 有没有呢 其实现在真的 如果在深圳来说 应该都没有了 我相信是没有了 因为捉到就很麻烦的 而且你现在又不是油贵得那么厉害 它可以大统大统的订 就是合法的途径 那它不会省很多成本 你用地溝油 那为什么要没有这些危险呢 所以这些 又不用怕 甚至乎你去一些大连锁店 是更加不用怕的 那所以呢 你是可以选择一些 食物的圆形一点的东西 就是不要古灵精怪的东西 那我自己的话呢 就会去一些超市那里买回一些 譬如萝卜啊 薯仔啊 菜啊 那就会安全一点 如果是港人不想饮食呢 大连锁店其实都不怕的 你如果是担心就不要去那些 冷行 很小的那些 你不要啦 你害怕的话 那Ricky你提到关于买菜方面呢 那我上次了 买菜在大陆买 就是深圳啦 其实 它那个 那些菜啊 或者是那些肉啊 那些海鲜啊 它新鲜程度 或者是成本方面 其实跟香港的价钱 怎样比呢 是不是差不多呢 因为我有一次呢 在那些内地超市 看到他们买的那些生的肉 都挺贵的 好像比香港更贵的 那内地我主要 很多时候买猪 猪来算呢 我就 买来买去都是那一间 它是即场斩给你啦 还有要看部位啦 我不知道香港那些 真的我不记得什么价钱 那可能贵一点吧 如果我算排骨啦 大概斩两条五十多元左右 肉来说 我都不太知道 真的很准确 跟香港比的价钱 差多少 我觉得是能接受到 总之大概 比如说买肉来算吧 买个份量大概五六十元 我认为可以吃到两天了 一家三口 然后 萝卜啊 薯仔啊 菜啊 那些都 真的便宜 都是几元 几元而已 那听起来 应该跟香港就接近了 因为其实坦白说 香港买菜 持平地说 都不是贵的 都算是 封劍尤人 可以买到很便宜 那关于饮食之外 我想跟你讲一下教育 因为 小朋友 到底是什么地方 成长都很重要的 那 其实你的小朋友 我知道他在内地 在读幼稚园 其实你怎样看内地的教育 和香港的分别呢 那很有趣的 我把女儿送了 去一家香港机构 旗下的幼稚园 某时候有些东西 都像是香港的 香港幼稚园来算 有点教育 比较深 比如说 K2学习K3的东西 K3可能学习小学的东西 我女儿教的东西 都不是容易 而且是相对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 我想我记得 我认知中 没有理由 那些英文那么长 哈哈 它K2来说 那些英文是 可以很长 那是有点 小小 较快了 那是有这件事 那老师方面 其实 我香港K1 因为读过一年 那老师都很好 其实香港都很好 那 大陆都是很好 我想真的有培训过 是不错的 他们是负责任的 最重要是语言 因为我的女儿 本身她在香港那时候 可能语言那方面比较迟 可能迟了我 我就三岁 打后才会说话 她三岁半都是一样的 所以她K1都是很少说话 就是我们说 广东话 但是呢 我们都有担心到上到来 哇 她连 广东话都一样的 那普通话又怎样呢 她上来 第一天已经 呆了 因为个个都是说普通话 是没有就到你讲广东话 当然 因为那些学生都是五湖四海的 那间国际学校 你有日本人 有外国人 有来自中国其他省份都有 那没可能是讲广东话 都是同一讲普通话和英文 那所以是适应了一段时间 但是幸好地呢 她两个月后 她的普通话是进步得很快 直至到现在 接近年半 因为上年 夏天九月才开始入学 那到现在十二月 那她是跟我普通话说话的 但是她是会听广东话 但是她是很少说广东话 不过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给个小朋友 就上去读书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自己个人来计是 广东话一定要保留 我作为香港人 我自己来计 有两样东西是一定要站硬的 就是广东话和梵体字 不可以没有的 这是我们文化 就是你在哪里读书 就算你在外国读书 所以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你一定要懂得讲 和懂得写这两种东西 至于你说 喂 有没有什么爱国教育 你知道香港人 是不是有些人会很担心 不过如果你上得来深圳 都不会担心些什么 没有的 我们那间来计算 他们不会唱国歌 但是有些学校 传统一些的深圳学校 是有唱国歌 每天早上都是 但是他那间没有 他那间只是运动会 一些特别的庆典才会唱国歌 这些我不知道 有些香港人怎么想 你说有没有特别 要有一门科目叫爱国呢 那又没有的 我想中国的教育 就是爱国 不用说很刻意很刻意很刻意说 因为每一天 有时你会见到电视 有时宣传一下 OK的了 不用说太刻意 太夸张这样做 在心中都OK的 所以有时不用说太担心 会不会说洗脑啊 洗得很夸张啊 没有的 其实不会说 好像有些人这样想 会不会洗脑了 我觉得不会 我自己就没做人父母 所以就留言不到什么 不过我想观众朋友 我都会有个基本的印象 知道如果小朋友回到深圳 去生活的话 他那里读书 大概是会接受这样的形式教育 那接不接受到 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那我最后想和Ricky 问一问关于 医食住行里面 就是医的问题了 不过就不是穿衣服的衣服 而是医疗的医 你自己怎样看医生方面呢 就是内地的医疗质素是怎样的 因为在我印象中 以前有很多的黄鹿医生 就是没有牌 走来行医 那现在的状况会不会好了呢 医疗水平高不高呢 整体是怎样的呢 大陆的医疗呢 当然你是如果小朋友有病 就去正牌的医院 我们深圳就有间叫儿童医院 其实香港都有儿童医院 通常小朋友有病就去那间的 那他们集中了儿童所有东西 大陆医病很多时候 因为要准确知道你什么病 所以他一定是要抽血的 因为他要知道你是中了哪种病毒 因为病毒分很多种 譬如说你上呼吸感染 你可能是某一种病毒引起的 有可能是这种 他一定要知道哪一种 那他就对症下药 那会准确一点 香港有时未必做到这种事 因为是成本问题 譬如说你去诊所私家医生 他是真的凭他的经验 去观察 去听你的身体怎么样 然后就去落药 都OK的 其实以前在香港看都OK的 但是大陆就这种事会准确一点 费用方面其实又是很便宜 如果你有深圳的居住症 你扮设计导 其实在里面的宝那里扣 其实你是OK的 就是每次看医生 大概八零二百元 你已经是可以走的了 那譬如说香港私家医生 那里看就会贵很多了 因为香港你又很难去政府医生那里去看 有时有些什么病 在大陆来说 你说是不是要排很久 如果是高峰期 好像之前资源体那样 都很久的 但是我自己来计算 两三个小时都能够搞得好 就是它都可以应付得很快 那当然内地某些城市 是在等都是十几个小时 但是你香港爆起上来 都是等很久的 那所以你这方面等候时间来说 其实又不是说很差 那深圳来计算 就有些 譬如说港大医院 他们都有相关的医院 在深圳那里 以前财政司司长梁錦松 都有间医院在深圳那里 那如果香港人想看病 我觉得这两间都OK的 费用都不贵 如果你有社保就更加便宜 那这方面 我觉得医疗比以前来计算 是已经进步很多 所以这方面都不用太担心 万一真的有什么特别的病 真的需要回香港医 其实深圳去香港也很近的 又不需要很大的担心 好了 也多谢Wiki 接受我们一连两集访问 分享了很多关于内地生活的点滴 包括饮食 居住 教育 医疗等等 也都希望观众可以拿到一个好的参考 作为你到底要不要决定去北上生活 也都再次祝愿这个Wiki 就继续起来地生活愉快 和小朋友健康成长 也都希望继续之后 可以得到他的相关的更新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Rikki 拜拜 Lowie 我都祝Rikki 这个频道突破100万 大家记住做VIP 不要弄到Rikki 整天赶到口水都干了 好了 加油了 Rikki 拜拜 一连两集希望大家都根据Rikki的所见所闻 对于内地生活有多少少的一些认知 当然他只是代表到他自己的看法 或者他所处的一些地方的看法 如果有观众朋友都在内地生活 你有些地方不同意Rikki的说法 或者你所见所闻是有些不同的 你想分享的话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让多些朋友知道 除了香港居住之外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可行性呢 今集到这里 下次快声讲再见